外媒称,美国总统特朗普5日说,同北京的谈判,正在朝着结束美中贸易争端的方向取得进展。 据法新社4月5日报道,特朗普对记者说,同中方的会面很成功。 他又说,我不想预测会不会达成协议,但我们相处得很好。我们的确就两个可能最棘手的问题,进行了非常成功的磋商。 报道称,不过,他没有详细说明,这两个问题是什么。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·希泽,和财政部长姆努钦,3日至5日在华盛顿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,刘鹤率领的一个中国代表团举行了贸易谈判。 白宫5日发表声明说,在美中谈判中,还有重要工作要做,而各位负责人,副部长和代表团成员,将继续接触, 以解决剩余问题。白宫高级经济顾问库德洛说,谈判很有成效,并且正在朝正确方向前进。 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4月5日报道,美中谈判代表在华盛顿举行的本轮贸易谈判落下帷幕,尽管没有给出明确的解决时间表, 但双方都宣称取得了进展,并誓言将通过视频会议继续谈判。 特朗普5日说,他不想预测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是否会达成协议。 但他表示,这次会谈是成功的。 报道称,在特朗普离开华盛顿之后,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、贸易代表莱特希泽,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之间的谈判仍在继续。 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,5日在接受采访时说,谈判下周将通过视频会议继续进行。 据报道,特朗普4日表示,中美可能在未来四周内达成协议。 又据路透社4月5日报道,美国和中国的谈判代表,5日结束了最新一轮贸易谈判,双方定于下周继续磋商,以设法达成协议,结束一场已经搅乱全球市场的针锋相对的关税战。 库德洛说,在5日的谈判结束后,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返回北京,不过, 双方将继续努力,通过视频连线解决其余的分歧。 库德洛说,没有松懈,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。 路透社称,双方计划继续磋商,被认为是一个积极的迹象。